那么刚刚的话,我们把这个顶部的菜单做好了,是吧?顶部菜单做好了啊。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中间这块。中间这块的话,就属于一个banner,是吧?一个大的banner,是吧?好,这个大的banner一般是怎么做的呢?那么就是用到我们刚刚还没讲的,就是说结合例子来一起讲的这个用哪个块的知识呢?这里面下面有个什么?有个锯木啊。锯木的话就是做什么呢?做这个这里啊。 这个就是做banner的啊。锯木就是做banner的啊。锯木的话是这样子的。它跟我们的那个菜单是一样的啊。也是什么?也是它先写是吧?它的样式里面包什么?包容器吧?看见没有?它的这个样式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什么?跟我们的那个菜单是一样的啊?菜单也是什么?菜单的样式包这个容器吧?是吧?菜单的样式包容器啊。 它也是的。它也是的。它的样式包这个容器啊。这是锯木是吧?好,锯木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这个单词还不好拼是吧?是什么单词啊?好,这个什么呢?把它拿过去吧。拿过去是吧?这个将部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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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菜单下面来是吧?这个是菜单啊。这个菜单,然后放到菜单下面来啊。放到菜单下面来。然后的话看一下啊。好。那么的话这个这个是锯木是吧?好。这个锯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比如说随便写几次是吧?这个是H1是吧? 好。这个里面拿一个什么呢?拿一个比如说这个是Banner是吧?好。Banner啊。好。这个放进来之后我们来看它的效果是吧?看它的效果啊。好。刷新一下是吧?那么大概它大概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这么大一个啊。好。这么大一个之后那么这个是不是跟上面有这个间距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按理来说应该是什么? 什么?可以画的是吧?那说明上面有一个marking button吧?是吧?marking button。我们看一下它上面是不是有marking button。还是得检查是吧?然后的话大家记得用这个按钮也可以什么?道具什么看吧?是吧?比如说这个marking button应该是整体的吧?把它放到整体的这个地方看见没有?是不是下面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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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种颜色啊?就表示它下面有什么?有这个间距是吧?好。点一下是吧?好。那么我们这哪个地方什么? 那么高亮就就知道它是对于哪一块的。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整块是吧?好。整块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呃。 这个地方LV bar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marking button20啊?这里是吧?那么这要会看啊。 这里面有个20是吧?那么我们把它复制过来是吧? 复制过来还是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啊。到我们的样式里面来。然后是 这里面写一个是吧?然后是marking button。 marking button把它设置为一个0px。是这样的啊?0px啊。 好。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挨在一起了?是吧?挨在一起了啊。 挨在一起了啊。那么样式的话就是这个变成0是吧? 然后结构是这样子是吧? 结构的话是这个 降谱这个什么东西是吧? 然后 再包一个container是吧?这个结构啊。 这样子的吧? 好。这个弄好了啊。这个弄好之后那么大概的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大概效果出来了啊。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句目它默认是一个灰色的吧? 默认是一个灰的啊。那么的话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 我们的是这种颜色是吧?是这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文理的这种这种背景吗? 啊。 那么做这种背景的话 一般是这么做的啊。一般是 PC单的电脑有很宽的屏幕吧? 有很宽的。比如说有1280的,有1366的是吧?或者是1600的也有是吧? 他会给你一张1900的这张图啊。 好。那么这张图的话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已经给大家了。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这个图不是单独切的,是UI另外给你的是吧?另外给你的啊。这个图大概有多大呢?看一下啊。 那么放上去啊。大概的话是1920 乘以663啊。这么大的一张图,是吧? 那么就保证 就是说任何大屏幕的话,它都有背景。如果屏幕比1920还大的话,那么就这样子,就让它两边留白啊。只能这么样子啊。两边留白 是吧?没有没有再大于1920的吧? 两边留白,然后让它居中就行了啊。这么做了。 好。那么所以说我们 我们就接下来要写什么样式?就写它的样式,是吧? 把这个背景图给了它,是不是这样子啊? 把背景图给了它。 好,来看一下啊。 它的样式,看一下,它是默认的是 点这个,是吧? 这个样式啊。 默认的话,它的 Background color是什么? 这个,这个灰色吧,是吧? 我们就写它的样式,是吧? 写样式啊。 它的样式的话就写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还是覆盖掉,是吧? 覆盖掉就是这个 Background,是吧? 外观的,然后是 URL,是吧? Imagic是 Imagic是里面的啊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是2.8,是吧? 点点 杠,啊 Imagic是 里面的这个 应该是这个 Final BG,是吧? Final BG,啊 这里面也写出它的框和高了,是吧? Final BG,啊 好,然后的话是什么? 什么写呢? 把它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 Center,啊 左右 居中啊 上下居中啊 Center,Center 左右居中,上下居中,然后什么呢? Low Repeat,是吧? Low Repeat 就是这个图足够大啊,它左右居中上下居中,相当于这个容器啊 所以说它可以适配很多个屏幕,是吧? 好,这么放进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那么来刷新一下,是吧?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是不是这样子进来了,进来了吧,是吧?好 好,进来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它的结构,是吧?做它里面的这个结构啊 里面这个结构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来分析一下,是吧? 左边是一块什么文字的描述,是吧?右边是一个装饰的图片啊,这个是一个装饰图片吗?是一个水果栏,是吧?水果栏啊 好,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它这个整体的宽度,它们两个整体的宽度,是不是应该是不够什么呢?不够这个整体宽度吧?整体宽度是这么多,它们应该是,什么?就是不够这个整体宽度,应该每一个都有点偏移吧,是吧? 这个是不是有点偏移啊?这个有偏移啊?这个也有偏移,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想啊,这个我们可以给它五份,然后偏移一份,是吧?这个给它四份,偏移一份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就是用三格来做吧,是吧?三格啊,好,那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那么三格就来这么写,是吧?写三格,那么就看着写三格了,在那里面,是吧?写三格了啊,好,写三格了之后先写一个什么呢? 肉吧,是吧?先写一个肉啊 好,比如说这个 好,div class等于一个肉,是吧?肉啊 然后的话,再写两个三格啊 一个三格是div class等于一个什么?col 杠lg,是吧?杠lg,是吧?杠这个五啊,cl杠lg,杠五,然后让它偏移一份吧,是吧? col杠lg,杠offset,是吧?这是我们三格的知识吧?offset,杠一,是不是这样的?好,这是一个啊 好,第二个三格的话就是什么呢?div class等于什么?col杠lg,杠四吧,是吧?它占四份啊,然后它偏移一份啊 col杠lg,杠offset,杠一,是不是这样呢?偏移一份啊,这两个三格写好了,是吧? 三格写好之后,然后把内容填进去吧,是吧?内容填进去啊 这个的话就是填一个什么呢?填一个左边那些内容啊 左边大概有三块内容啊,左边有三块内容 哪三块内容呢?第一块内容是这个文字吧 这个天天生鲜水果节的这个文字啊 像这种文字的话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特殊字体,是吧? 如果我们用字体来做的话,就是划不来 因为我们要带一个字体文件啊 就是这种的话,像这种东西一般上还是做成图片的形式啊 又一张图片就搞定了,因为其他地方怎么样? 没有这种字体吧?没有这种字体啊 好,这是一张图片,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水果节介绍,这是一个标题,然后这是一个段落,是吧? 好,那么我们把左边的拿过来啊 左边先是一个图片啊 比如说这个emerge,src等于这个emerge是里面的 这个图片也放到这里来了啊 这是这个banner title啊,就是这张图片啊 banner title这张图片 好,就是这个图片,看见没有? 这个banner title,是吧? 这个图片啊 好,接着是那么就是一个标题,是吧? 标题,那么就是 这个标题的话应该属于h2吧,是吧? h2啊 h2,然后的话它里面的文字是 水果节介绍,是吧? 好,我们可以把这文字也考过来,是吧? 用这个文本工具,然后把它放到这里,是吧? 拷贝,是吧? 拷贝,然后的话,在这里面粘贴啊 好,接着是一个段落,是吧? t,然后把这个文字也考过来 好,拷贝一下,拷贝一下之后,然后放到这个段落里面啊 好,这是左边的,放好了,是吧? 好,右边的话那么就是 右边的话就是一个图片,是吧? 就是一个水果,水果栏的图片啊 等于这个imagics里面的这个水果栏 应该是这个basket的,这个png啊 好,放进来啊 好,放进来之后,那么 结构和什么内容都放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好,大概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的是不是就放进来了,是吧? 放进来了吧 好,放进来了之后 那么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调它的什么? 一些样式吧 一些样式啊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什么呢? 这个整体的上面和下面有这个间距,是吧? 上面有下面有间距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 这个啊 我双击这个放大镜是不是它100%显示啊 双击放大镜100%显示啊 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上面和下面的间距 和这个间距应该是 这个是大的吧? 是不是太大了,是吧? 太大了啊 好,太大了之后我们来调一下 整体的这个间距啊 检查一下 好,整体的间距应该是在这个 在应该是在这个里面啊 你看一下这个高亮的时候会 会显示哪些东西,是吧? contain 这个啊,在这个里面,是吧? 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是包括这个里面的高亮 看到没有 是吧,这个里面是显示一些东西出来啊 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话 它上面有个什么? padding它就没有 是不是有padding啊 有个padding48是吧 padding480是吧 padding480啊 好,如果把它取消掉 这个字数就没了是吧 好,那么的话我们可以设一下它的padding啊 比如说设一下它的padding 直接在这里设也可以是吧 好,padding啊 padding的话 上下的padding是 那么我们来量一下 这个padding应该是大概没有那么多是吧 那么大概是这个 25吧,是吧 25啊 好,我扫了一个像素啊 应该大概是25是吧 好,底下面这个 大概是25啊 然后我们把什么呢 上下的padding给它25px是吧 好,左右给0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覆盖掉它原始的吧 好,这个时候的话再刷新一下是吧 好,这个大概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子是吧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这些文字的这个样式的 是吧 文字的样式 好 首先是这个文字啊 这个文字的话是 它距离这个上面应该不止这么多是吧 看一下啊 它距离上面应该是下哪一点吧 是不是下哪一点呢 看没有 它不是和这个花篮这个顶部对齐了吧 是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 需要单独给它们样式吧 单独给它们样式啊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单独写样式进去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一卖几是吧 那么它的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 等于这个banner title是吧 banner title banner title banner title啊 然后它的class啊 它的class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banner banner banner什么 info info title 是吧 好 这个的话呢 class等于什么呢 banner什么呢 info是吧 或者叫detail吧 detail就是描述啊 info是信息是吧 detail 这个是detail 这个是banner detail 是吧 detail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anner title 是吧 banner title就开始写它样式的啊 那么这个banner title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呃 这个marking top是吧 marking top marking top的话 那么它距离上面应该是 这么多是吧 距离上面这么多啊 这个大概是72是吧 70 72啊 72的话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25是吧 上面还有一个25 这个地方本身就有一个25啊 25的话在72减25啊 大概是呃 70减 70减25啊 47是吧 好 很快啊 好 哪个47啊 47px是吧 好 那么的话 用想一试做的话 有时候也是嘛 不要求做得那么精确吧 是吧 就是大概的啊 不能说一个像素一个像素抠啊 那么这个是叶兽不通过的 永远玩不成啊 好 这是这个是吧 接着的话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的样式 是吧 接着是这个的样式是什么呢 这个banner 这个是吧 他的这个样式啊 好 他的这个样式的话 他的这个文字的大小是 他的文字大小是18 颜色是这个是吧 好 这是个黄色是吧 fold size 然后18px4啊 好 color的话是这个 这个颜色是吧 好 然后还有banner detail是吧 banner detail的话 他的颜色是 color是吧 他的fold size吧 他的fold size是 这个大小是 看一下啊 这个大小是14 然后颜色是白的 是吧 14px4 color就是白色啊 白的啊 白色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好 那么这个文字好像变了 这个文字好像没变是吧 没变啊 没变的话 颜色变了是吧 但是大小没变 应该是什么 那么应该是什么 权重不够吧 权重不够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权重 比如说这个p标签 他的权重是什么 看见没有 他是这个 巨木下面的p标签吧 是吧 他的这个权重比我们那个单独写的一个类 要高吧 是吧 他就打不过他是吧 是不是打不过他 他两个 他一个是吧 肯定打不过是吧 那么我们加一个就行了是吧 我们在他前面加一个就可以打不过他了是吧 好 打不过他我们在前面加个加一个他 加个这个 加一个是吧 是不是可以了是吧 好 这个就可以了 权重就比他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之后 然后的话 他的这个 应该是还有个杭高吧 这个太紧触了 是吧 杭高 看一下啊 这个有一个杭高啊 木人应该有一个杭高啊 把它选中 然后点这里 是吧 看一下他的杭高 应该这个是什么 杭高吧 杭高是28啊 这里面有28 点这个地方啊 好 这个地方就是line height是28啊 line height是28 px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大概的这个 效果就做好了是吧 大概的这个布局就做好了吧 好 那么大概的效果就做好了啊 接着的话 我们就要调什么呢 调他的响应式吧 是吧 这是最大效果的 最大时程的时候 这个效果是可以的是吧 好 接着我们来调响应式啊 比如说我们把它缩小的时候 会怎么样是吧 好 缩小的时候 这样了是吧 这个 不好看的吧 是吧 好 比如说在缩小的时候 我们希望怎么样 还是左右排吧 最好是吧 稍微小一点是吧 还是左右排啊 还是左右排的话 那么还是调这个吧 这是还得写是吧 比如说中的指数的时候 是col -md 然后还是中的时候 还是占五份 是吧 占五份 然后中的指数的时候 还是偏一份 是不是可以啊 好 col 然后-md -offset 是吧 offset -1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 还是一样的 是吧 中的指数 col-md -4 是吧 col-md 然后-一个什么呢 -offset -1 这里少个T 是吧 这个吧 好 这样设置完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 那么中的神是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吧 这个样子 再这样子 是吧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再这样子 这样子 是吧 好 这样子 接着 如果我们再缩小 再把它缩小的时候 怎么样呢 再缩小 又没有了 是吧 又变得上下了 好 再缩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装饰的图片 把它藏起来 因为这个装饰图片 可能再缩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不需要它了 是吧 那么也可以 做一些取舍 做一些取舍 就是有时候 这个装饰图片 我们在小屏幕的时候 可以不用看它 就是说 我们关注这个 重要的这个什么 这个焦点 是吧 是这段文字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说 在做这个响应式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做这个决定 把这个什么图片 把它去掉不要 有时候的话 什么呢 我们需要自己做决定 不需要讨论的 因为这个开发 有时候 开发都比较紧张 是吧 有时候讨论一来一回的话 可能就时间不够了 所以有时候 有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自己做决定 就是因为这个响应式的 这个布局 本身来说 很多东西变化很大 是吧 所以有时候 有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自己做决定 这样可以加快 开发的进度 因为这是一个装饰的图片 是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把它藏起来 好 藏起来怎么藏呢 那么这个不要 我们就可以把它藏起来吧 藏起来之后 比如说再小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们就把这里面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 hidden 是吧 hidden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是 sm 是不是这样的 sm 好 hidden sm的话 再来看一下 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 是不是没了 是吧 好 没了之后 我们接着再往下 再往下的时候 怎么样 又出来了吧 是不是又出来了 是吧 又出来了 再来一个 hidden 是吧 再来一个 hidden xs 是吧 xs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这个就没了 这个就好了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弄完之后 稍微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里 哪里来 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 上面这个间距 是吧 这个间距的话 我们在大尺寸的时候 是可以的 是吧 大尺寸的时候 是刚好 如果说到中等尺寸的时候 说到中等尺寸的时候 这个 这个上下还行 这个文字的话 还好 文字还好 再小一点尺寸的时候 在小的时候 这个上面是不是多了 是吧 感觉多了一点 下面少了 上面多了 是吧 我们是不是要调一下 是吧 调一下 好 那么还有关于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在变的时候 在什么呢 在什么 缩小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没有变了 这个图片 应该稍微缩小的时候 它 它变小了 比如说 整体的 整体它变小了 整体它变小之后 它应该稍微变小一点 怎么让它变小一点呢 就是我们还要讲的 刚才还没讲的 就是这个图片的 什么来响应式 在哪里呢 在这个 在这里 图片的响应式 就是说图片的话 会根据容器的 这个什么大小 会自动变化了 那么我们需要加一个 这个样式 emerge responsive 怎么加呢 就把这个图片加一个 比如说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emerge img responsive 加上这个 这个是那个title 不对 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这个是吧 这个 class等于什么呢 emerge responsive 是吧 给它加 好 给它加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 稍微缩一下 缩一下 就是相对来说 都变小一点 刷新一下 是吧 再变小 这个是不是变小了 是吧 变小了 是吧 这个变大 变大 然后再变小 是吧 发展是不是变小了 好 发展变小之后的话 那么 先上这个 这个应该也变小一点 然后的话 它离上面的距离 应该稍微小一点吧 是吧 稍微小一点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样式也给它一下 这个样式给到这个 这个图片 给它一下 它应该也变小一点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它也变小一点吧 是吧 就是稍微有一点 这个响应 大家注意了 是吧 好 放大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大的 这个也大一点 这个大一点 在缩小的时候 它就会变小一点 是不是整体变小一点的 它变小一点 它也变小一点 然后的话 它变小之后 这个上面的就多了 是吧 上面和下面就多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调一下 上面这个东西 调上面这个的话 就是调它的什么呢 调它的这个 调它的什么 这个Market Top 它讲是47 是吧 稍微小一点之后 应该稍微小一点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自己写媒体查询 就是小于1200的时候 是吧 这是什么呢 这是大于1200的时候 大于1200的时候 是这样子 小于1200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Market Top 稍微小一点 那么怎么写呢 就来写一个什么呢 at是吧 at是吧 Media Media 然后是什么呢 这里写 Maxwise 然后多少呢 就是1200PX 就是在小于什么呢 100的时候 然后让下面这个样子启动用 那么的话就是把它拿过来 是吧 把它拿过来 然后让它的Market Top 是多少呢 让它Market Top 是这个 给它少一点啊 比如说给它一个 24 看一下啊 大概估的啊 好 这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是不是 少了一点呢 看一下是吧 少了一点啊 好 24稍微 来个30吧 30啊 30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也稍微好看一点啊 好 这是最大尺寸的是吧 这是中等尺寸的是吧 好 再接下来 我们是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什么 小尺寸 小尺之后 那个长了是吧 长之后 这个上面又多了是吧 又多了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 再来一个是吧 再来一个小尺寸的时候 把它再调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1200啊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区间吧 第二个区间是 992是吧 992啊 这个区间啊 看一下 这个9992是吧 992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992的时候啊 992的时候 992的时候 然后这个地方 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20 看一下啊 20 好 好 刷新一下是吧 20 多了一点啊 差不多吧 这个上面啊 15 好 像这个地方的话 就不能什么 那么精确的抠 抠像素了 是吧 一个一个的抠啊 这个是一个中间过渡状态 是吧 好 这样子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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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是这样子吧 是吧 这样子啊 这个是吧 调到这么小都可以了 是吧 都可以看了啊 好 好 再小的话怎么样呢 再小的话就不管了啊 你如果用这么小的手机 我就管不了你了 是吧 是吧 换个稍微大屏点的吧 手机吧 是吧 这么小的手机 自己折磨自己 没办法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一块是不是 几乎都做好了是吧 将近做好了啊 就是要 适配不同的这个宽度 是不是这样的啊 适配不同的宽度啊 那么这个原理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用了什么 响应式的一些东西啊 结合了我们 自定义的一些样式啊 这样子 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什么 三格的话 我们要自己什么 合计 用什么三格是吧 然后的话 我们自定的样式里面的话 是吧 这个地方是相当于是 有点困难是吧 我们要写这个查询是吧 写这个查询啊 那么理解这个查询的原理的时候 实际上也一样啊 一样的啊 好 好 好 这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是 好 这个论完了是吧 这个论完了啊 这就是关于这个 他的什么呢 这个 班的啊 班的就是 是这么做的啊 好 班的做完之后 那么一样的 接着往下面做是吧 接着往下面做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下面这个什么 活动图片是吧 活动图片啊 好 活动图片的话 相当于是四个 这四列 这就比比较好做了 是吧 四列啊 四列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首先是一个标题 然后这里面有文字 是吧 然后下面是四列 这种东西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啊 首先是这个 那么还是在下面 写一个容器吧 是吧 写个容器啊 这个的话就用容器来做了啊 div class 等于什么 container 是吧 container 这样一个 然后的话里面再写一个roll 是吧 div 然后等一个roll 好 然后里面的话 这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 h 这是h2 这是h3 是吧 应该是h3啊 好 h3 h3 这个是什么 活动图片 是吧 活动图片啊 好 然后的话这里面再拿一个p标签啊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这里面的文字介绍是吧 文字介绍啊 文字介绍放一下啊 那么这样子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这四个图片是吧 四个图片我们来写一下啊 四个图片的话就是再拿一个roll是吧 div class等于一个roll啊 roll啊 roll的话 然后是这里面四个图片就是 那么用三个就比较好摆吧 每一个占什么呢 占四个吧 每个占三个是吧 每一个占三个啊 好 div class等于什么 col col -lg -什么呢 -3吧 -3啊 好 -3之后 然后这里面再是这个图片吧 是吧 好 这个图片的话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图片外面有一个框吧 是吧 外面有个框啊 外面有个框的话 这个框是怎么做的呢 那么这个框是用它的一个 它里面一个啊 我们还没说的一个 它里面用一个缩裂图的方式来做的啊 缩裂图是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是在这个里面啊 嗯 这个图片这个地方啊 这个有点慢 没上网了 好 这里面有个图片吧 是吧 图片啊 图片的话 响应式图片 我们刚才说了 是吧 响应式图片啊 然后图片里面有个什么呢 这个这种图片啊 这图片旁边是不是有这个 有这个东西啊 是吧 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图片缩略图啊 图片缩略图 好 它应该是这么做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主站里面 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么做的 看见没有 它的主站这些 下面这些东西是这么做的啊 我们把它的结构拿过来就行了 检查一下啊 它的结构是这么写的 就是这个 看见没有 它是用三格做的吧 是吧 三格 每个三格里面带来一个什么 subnail 是吧 subnail包的就是这个框啊 subnail啊 subnail 然后再包这个图片 是吧 包这个图片啊 好 那么好 我们按照这个写吧 然后是DIV class 等于什么 这个subnail 是吧 subnail subnail里面再包这个图片啊 emerge 等于这个 images里面的这个 什么呢 active01吧 是吧 active01啊 好 这几个 然后它里面是一张图片啊 一张图片 这样子 这个结构啊 我来写一下 当然是这样一个结构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构啊 然后这是一张图片 图片里面还有一个说明 是吧 还有一个文字吧 这是关于图片的说明吧 比如是现场采摘活动 是吧 口碑啊 这个的话来一个H4是吧 H4 现场采摘活动啊 好 这个的话应该是一起的话什么呢 一起的每一个什么呢 一起就是四个是吧 四个啊 好 四个的话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02 这个是03 这个是04 是吧 04啊 好 这个弄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是吧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具体的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就摆好了是吧 接着是主要是摆这个东西是吧 摆这个东西啊 好 摆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 看一下啊 这个活动图片应该是居中是吧 居中排是吧 把居中排列啊 好 居中排列看一下啊 这个啊 这个每次H3有一个间距是吧 有一个间距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设啊 我们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Poolstack里面 它实际上有针对文字的一些什么 对齐的样式啊 实际上我们没说啊 那么文字对齐的样式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它里面有什么呢 针对文本的排版的 看见没有啊 排版里面 比如说这里面有H1的这个字体啊 然后的话 还有对齐的这个样式是吧 对齐的样式 比如说这个是Left 这是对齐Left是吧 然后这是居中是吧 这是靠右吧 它里面有现成的样式已经写好了 比如说Tax Center就是什么 居中吧 它是Center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一个class的 有什么 Tax Center是吧 C-E-N-T-E-R 好 这个也写一个是吧 写一个之后来看一下 它这个就是居中了吧 看一下啊 这个就居中了啊 是不是居中了 是吧 居中了啊 好 居中完之后 然后实际上是这个什么呢 我们文字的这个宽度和这个 和下面这个图片的宽度是不一样了 是吧 文字的这个宽度啊 文字这个宽度的话 那么它这个和这个图片啊 图片 好 文字的宽度啊 看一下啊 文字的这个宽度 这个是Row 是吧 这个是Row Row里面 Row里面就把这个 Row里面啊 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啊 Row的话是 和这个container有个关系啊 有个关系 就是Row的话会平衡这个container里面的这个左右的间距啊 这个上次没强调了啊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说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Row和container 这个地方啊 好 我来另外的 做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个Row和container啊 比如说这是005啊 005这个是呃 这是三格 三格里面的Row啊 Row这个Row HTML啊 好 这个单独的说一下啊 这个要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 好 把它拿过来吧 比如说这个是 Header Header 好 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Div啊 Club Container吧 Container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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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er完之后 我里面再来一个Row吧 来个Row啊 Div Club 等于一个Row啊 这样的啊 这个Row到底有什么作用是吧 好 比如说我来写一下样式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ontainer 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Container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这个容器吧 是吧 Container啊 Container啊 Container它里面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高度啊 宽度我不管 高度的话 假如给它个50PX Container啊 好 背景色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gold是吧 好 好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这是那个Container吧 它是这么宽啊 然后这个Row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Row的有多宽啊 Row Row的话也给它一个高度 假如说是50PX 是吧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背景色 给它一个什么 Green 是吧 绿色吧 好 绿色啊 绿色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多宽呢 刷新一下 是吧 你看它是不是跟它一样宽呢 这个应该不对 应该按理来说 是这个Container里面 不是有左右有个15的间距吗 是吧 怎么它跟它一样宽呢 是吧 那么这个Row实在有个技巧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到的 先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Row的话 来看一下 这个Row它左右 看见没有 它有15的负边距 看见没有 Market Right 是不是负15啊 Market Level的负15 它就怎么样 它是不是把左右的什么 这个Pi 你给它平衡掉了 把Container的 左右的这个15 是把它平衡掉了 Container左右 是不是有15啊 左右 左边有15 右边有15吧 是吧 把它平衡掉了 导致它怎么样 导致它跟它一样宽量的 好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Row 把它的Market设为0 Market 把它Row的Market设为0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就平衡不掉了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左右 有15的间距啊 它本身有15的间距吧 是吧 那么它只能用了一个什么 负边距的技巧 把这个15给平衡掉了 为什么要平衡呢 为什么要把它平衡掉呢 是因为那个什么 三格里面也有15的间距吧 好 三格里面 如果是三格里面 再给15的间距怎么样 就是30的吧 是吧 比如说我再来两个三格 大家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再来一个三格啊 好 DIV class等于什么 COL COL -LG -LG -一个10吧 -一个5吧 我就写一个三格 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个三格 这个三格啊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字啊 好 这个三格的话 比如说 COL-LG 然后-一个5啊 好 它的高度是50啊 50px啊 好 背景色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PINK吧 看一下啊 好 这个三格的话 放进去的时候 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好 我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三格怎么样 是不是跟RAW 跟怎么样 和RAW在一起啊 和RAW是贴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文字看见没有 离这个地方是不是有15啊 离这里有15 然后再离这个三格 有 离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container有15 是不是有30啊 30的话是不是多了 是吧 我们一般是用15来做间距啊 用15来做间距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就多了 如果是30的话 就多了啊 我们就保证每个间距是15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RAW的话 给它一个负边距 把它平衡掉就行了啊 所以说这个RAW的话怎么样 这个RAW如果是没有 这个marking没设 它marking是不是左右有15的负边距啊 是吧 左右有15的负边距 这个就保证了 我们加三格之后怎么样 这个还是15吧 是不是还是15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把这个改成一个red吧 这个好看一点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marking是 marking反正设为0的时候啊 marking如果是0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 这个文字吧 文字是距离这个红的边界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15啊 然后我们这个红的边界 又距离这个金色的边界 又有15 那么整体就是30 是吧 那么 布鲁斯拉夫斯想把它平衡成15 所有的地方都是15啊 所以说怎么样呢 就把这个什么 这个绿色的啊 绿色的这个row 给了一个负边距 是吧 负边距是15吧 负边距是负15 把它平衡掉啊 就这样子啊 所以说我们把marking设为0 把它覆盖掉了吧 它就达不到这个效果 是吧 所以说把这个什么取消掉 它就可以平衡这个15啊 好 把这个marking取消掉啊 然后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就平衡在这个15吧 就保证它是15 是吧 明白没有啊 就这样子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row的它的什么呢 它的作用啊 好 它的row做是什么 就是平衡啊 平衡左右 左右15的间距啊 这个不是平衡 就是啊 就是就是用负边距吧 用负边距啊 负的 负数 啊 负边距 用负边距什么呢 就是 呃 去掉啊 去掉什么呢 容器啊 容器 左右15的间距啊 左右15px的间距啊 就这样子啊 这是row的作用啊 这是row的作用 因为我们容器里面有15的间距吧 这个里面有15的间距 所以说放进去的话就是平衡掉啊 保证容保证三格里面15的间距是可以 是吧 保证保持这个15的间距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说清楚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我们的这个是吧 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嗯 这个啊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这个的话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个row吧 有个row的话 它是平衡掉这个container的15是吧 可能15的话 那么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就把比下面的宽度宽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因为下面的这个也是row 但是这个这个里面有15的间距吧 这个容器 这个三格是不是有15的间距啊 所以导致它怎么样呢 它就比它宽啊 上面的比下面的宽啊 那么就是这个效果是吧 就是这个文字的这个宽度 是不是比这个宽呢 看见没有 它是不是过来了 是吧 就是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这个文字是跟它一样宽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给它一个什么样式吧 比如说给它一个另外的样式啊 这个row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是吧 Active Active 这个info吧 Activeinfo 是吧 好 Activeinfo的话 然后的话来写一下 是吧 Activeinfo的话 如果说我把Activeinfo的marking把它设为0 是吧 好 把它的marking设为0啊 marking设为0的话 那么就把左右的什么 那个负边去表达把它去掉了吧 去掉之后 它就不会往左右延伸的啊 好 不会往左右延伸之后再来看一下 这个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它一样宽呢 是不是一样宽呢 是吧 就一样宽的啊 这是关于它的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的话就是这个啊 那么再来说一下这里面还有这个 上面这个间距好像多了 是吧 多了啊 好 大概是这个间距应该是 大概是35是吧 35啊 好 35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是多少呢 这里 这里 这里它本身有一个20是吧 这有个20是吧 啊 20啊 好 那么我会这么写 把它的marking设备把它去掉是吧 去掉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active info里面的h 这个h3是吧 h3啊 好 marking设备把它去掉 设为0是吧 0啊 好 0之后 然后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稍微少一点是吧 少一点啊 好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的高度啊 这个高度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然后这个文字的大小啊 文字大小的话 这个是 这个是30是吧 颜色是这个是吧 颜色是333啊 fold size是30px啊 color的话是这个333啊 好 这样子的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 大概的做出来的是吧 大概做出来的啊 好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段落是吧 下面这个段落啊 段落的话 那么就是 看一下啊 这个段落 它的这个大小啊 这个文字的 这个文字大小是14是吧 然后颜色也是什么 333吧 好 这个段落 好 可以这么写是吧 它下面的P标签是这样的 它下面的P标签啊 风的size是什么 14是吧 14px啊 color的话是什么呢 333啊 333啊 好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看一下 好 这个是14啊 这个是对的啊 也这个自己大小进去了是吧 这样应该已经进去了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这四个是吧 这几个东西啊 下面这几个东西的话 那么就是 呃 这几个图片啊 这几个图片啊 我们可以另外给个样式是吧 就是给它一个什么呢 这个active active什么 呃 pnc是吧 pnc 然后是 list 是吧 给它这样一个样式啊 好 active pnc list 好 active pnc list subnail 这个subnail吧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 就可以 就可以什么 操纵这两个东西吧 首先是它是吧 这个h4啊 h4里面的这个 这个文字应该是聚中的吧 是吧 聚中的啊 好 给它一个text line 给它来个center是吧 center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整理的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文字是不是聚中了 是吧 文字聚中了啊 文字的大小再写一下啊 文字的大小应该是 这个是吧 这个是15是吧 15 然后颜色是333啊 好 phone size是15 color是 警号333啊 好 这个的话再来刷新一下啊 好 是这样子的吧 好 这样子调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调到的响音式吧 调响音式啊 好 把它调小的时候 再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目前是四个是吧 稍微小一点怎么样 每个占一个了是吧 每个都占一个了啊 好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就每一个怎么样呢 每一个给他一个什么呢 再给他一个 再给他一个什么四个吧 那么这col-md-3吧 是吧 是吧 加一个这个是吧 好 再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三个是吧 四个啊 好 大的是四个 然后再小一点又是四个是吧 好 再小一点之后我们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两个吧 排两个吧 左右排两个啊 左右排两个的话 那么就是再小一点是 col-什么呢 -sm-6吧 -6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是六个吧 是吧 好 六个之后 嗯 好像这个什么呢 这个线是不是太宽了 是吧 线太宽了啊 我希望这个线贴在 贴在一起 是吧 好 好 我可以把这个subnail 给它一个什么呢 最大宽度 是不是可以啊 给它一个最大宽度 是吧 好 最大宽度 假如这个是 假如这个图片的宽度吧 好 这个图片大概多宽呢 这个图片 252是吧 252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设一个最大宽度 比如说它的这个maxwise 是吧 给它设一个maxwise 然后是maxwise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这个 240吧 看一下啊 240px 好 再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个好像还小了 是吧 不止啊 250 260 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然后的话 在缩小的时候 这个是吧 好 再往下 再往小的缩的时候 是两个是吧 两个的话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啊 是吧 260啊 260之后 但是它每一个 是不是靠左了 是吧 每个靠左 应该每一个相对于 它的三格怎么样 相对于三个居中吧 居中啊 相对于三个居中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subnail 它本身有些什么 这个margin是吧 这个subnail本身的话 是有这个 有什么margin呢 有margin包团是20是吧 margin包团20的话 我们不破坏掉啊 我们把左右给它O2吧 左右给个O2啊 好 那么这么给 就是给它一个什么呢 margin是吧 margin上面是0左右O2 是吧 下面是20吧 20tx啊 好 这个的话就让它 左右什么 居中吧 是吧 左右居中啊 好 这个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再刷新一下怎么样 它是不是左右居中了 是吧 左右居中了啊 好 左右居中 这些也行吧 是吧 这些也行的啊 这都可以了啊 是吧 可以了啊 好 这个大理效果是不是做出来了 是吧 大理效果啊 先是四个 然后是四个 接着是两个是吧 接着是两个 然后是在剩下就是一个吧 就剩下是一个啊 好 剩下是一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关于这个的这个布局 啊 这个布局 好 好 这个布局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啊 说一下下面这个吧 下面这个的话 是怎么布局的啊 下面这个的话 那么其他的地方的话 我就啊 这个标题我就不弄了啊 还有底部这个我就不弄了 剩下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大家啊 那么主要是这块 我说一下啊 这一块的话是怎么弄的呢 它是什么 它是五个是吧 五个的话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五个是怎么回事啊 五个的话 比如说我下面再写一个DIV 是吧 写一个DIV啊 好 DIV class的意思吗 等一个container啊 class等一个container container啊 然后的话 这里面再来一个roll吧 DIV class等一个roll啊 roll啊 roll啊 roll 然后的话这里面是五个是吧 啊五个啊 好 然后的话 DIV啊 class等一个什么呢 col-lg啊 我先用2来做 2是吧 那么就是 就是放五个 放五个这个什么呢 图片啊 放五个图片 然后五个图片的话 就是 这五个图片的话 就是什么呢 这样子是吧 五个啊 五个的话 那么就涨不到全部的吧 涨不到全部的啊 好 涨不到全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嗯 每一个给个什么呢 给个这个 啊 DIV啊 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 等于一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 呃 固子 固子点 CON吧 是吧 CON啊 好 然后的话 它里面的话 每一个里面是放的什么呢 放的一个图片吧 一个商品的图片啊 好 一个商品图片啊 好 里面是放了一个商品图片啊 商品图片的话 就是这个 imagics里面这个固子吧 啊 这是一个商品图片啊 然后再放了一个什么呢 再放了一个这个是 商品的名称是吧 商品名称啊 商品名称的话 再给它一个 H4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是 商品名称啊 好 接着再放一个是 商品的这个什么呢 价格吧 好 商品的价格啊 这个假设说是这个 这样一个啊 好 拷贝啊 拷贝完了之后 然后放了进来 是吧 好 这样的 然后的话 我放四个是吧 放四个 放进去啊 再放四个 四个 五个是吧 五个啊 好 五个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 然后的话 看一下啊 CL-LG-这个 每个是这个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写些样式啊 写什么样式呢 比如说 先写这个 这个Raw 我们给它一个什么呢 固子 固子什么 list吧 固子list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写 先写一个 固子list啊 先写一个 固子list 固子list list 然后里面的 这个什么呢 再写这个 先写这个什么呢 固子.con吧 固子.con啊 好 固子.con啊 固子.con啊 固子.con的话 它应该什么 有个边框吧 border border epx solid 给它来个什么 灰色是吧 灰色啊 好 这个 这个先写上啊 好 然后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是 每个有这样一个边框 是吧 每个有这样一个边框啊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 怎么样呢 就把它盖住了 是吧 盖住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 我们要让它不满是吧 不满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这么做啊 我们就人为的改一下啊 比如说固子.list里面的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col-lg-2 我来改它啊 把它改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定义的 做的一个东西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怎么改呢 我把它宽度 Ys我把它改一下啊 改成20% 是不是刚好五个站板呢 五个站板吧 是吧 五个站板啊 这是我人为的把它改了 是吧 人为把它改了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就改了 改了它是不是就站满了 是吧 这就是自定义的啊 好 这就是自定义啊 自定义完之后 然后的话 每个里面的话 就是 每个里面就好调了啊 每个里面就好调了啊 那么我就不写那么多了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个是吧 这个是不是排好了 排好完之后 然后的话 再来排的时候 怎么样 再排的时候 什么 又出问题了吧 是吧 再排的时候 又出问题了 是吧 又出问题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那么就是写什么 自己写媒体查询吧 atmedia 然后是 maxwise的时候 是吧 maxwise如果是 1200的时候 是吧 骗的时候啊 好 小10的时候 怎么样呢 把它再重新写一遍 这个还是20% 是吧 20%吧 是吧 还是20%啊 好 还是20%的时候 再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还是20%啊 还是20%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他们排成一行吧 是吧 每个排成一行 是吧 每个占一行啊 好 这个时候 再加一个float啊 float left啊 float left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怎么 就是 是不是排好了啊 是吧 又排好了吧 又排好了啊 好 这个东西要自己写啊 要自己写 然后的话 每个图片 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class的 什么呢 这个emerge 是吧 responsive吧 responsive 给他一个这个啊 好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按照这个什么呢 按照这个大小呢 这个还做不到啊 这个还做不到啊 responsive number 这么写吧 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里面的 图片 INE 酷子 小 因为 每个子 concerned 来 这就是按照它的副极的大小来排,是吧,副极大小来排,啊,刷新一下,是吧,好,这个是不是就好了,是吧,这个就好了,啊,这个就好了,好,再小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又太小了,是吧,太小之后怎么呢,接着写啊,接着写,比如说这个是20%,啊, 好,再的话,第二,第三个区间是什么呢,就是992吧,好,992的时候啊,992的时候,比如说我让它是百分之,每一个占什么呢,每个占,每个占百分之,二十五,看一下啊,如果是二十五啊,二十五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刷新一下,是吧, 占四个是吧,四个啊,二十五,如果三个的话,比如说是三十三,三十三可以吧,三十三点三三啊,这可以啊,就刚好什么呢,就是三个占一排是吧,三个占一排是吧,好,三个占一排啊,好,三个占一排啊,好,三个占一排, 是吧,每个下面,嗯,marking button,给它一个二十,啊,二十px,啊,二十px,啊,二十px,好,再刷新一下,是吧,那么是这样子的吧,这样子的啊,好,这样子,好,再小一点的话, 我就让它每个占百分之五十吧 是吧 百分之五十啊 再小一点就占百分之五十啊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九九二 这就是七六八吧 七六八啊 七六八的时候 让每一个占百分之五十 是吧 百分之五十啊 好刷新一下 是吧 百分之五十啊 百分之五十之后 然后我让它和上面一样 怎么样呢 就是让它什么 最大宽度是 可能跟它一样的啊 最大宽度跟它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设一个 这个CON的Maxwise是吧 Maxwise给它一个 这个 二百六是吧 二百六啊 二百六 然后的话 这个是刷新一下是吧 跟它一样的是吧 然后让它居中一下啊 然后是 把它合并一下是吧 那么就跟它一样的是吧 合并一下 好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它一样啊 是吧 跟它一样的啊 跟它一样之后 我最好是它也排成一行 我把它下面也排成一行吧 那么就是这个 就占百分之百是吧 就可以了啊 百分之百 好刷新一下 那么它就是跟下面是不是排成一排啊 排成一排啊 好 这就是它的这个原理啊 这就是如果说 UI没有按照这个什么呢 规计来做的话 我们怎么样 得自己写一写一大块吧 是吧 写一大块啊 这是三个 这是两个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的制作啊 这个制作的话 怎么回事 就是说 有些地方我们做出来 比如说下面这个 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和这边这块的话 我就不演示了啊 那么迟一点 我就把这个完整的文件给大家 好吧 完整的文件给大家啊 好 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个制作的流程啊 制作的过程啊 就是碰到这种什么呢 它不是按照这个规律来制作了 怎么样呢 我们就什么 自己写这个什么东西吧 自己写啊 好 包括这个文字什么 它的居中 我们再另外再设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好 大概的什么 这个什么呢 核心的原理我都说了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